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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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護膚都未認識 這麼快學人化妝 這樣和未學行先學走 有什麼分別? 因為環境污染 紫外光侵害 和皮膚長年累月接觸不同的化學物質 都會令皮膚提早老化 所以從小就要培育良好的護膚習慣 所謂美在起跑線 而且選適合自己的護膚 更好講究 例如cleanser就一定要 不含SLS或工業造泡成分 確保洗完後不會繃緊 而且清爽舒適 洗完臉就要塗上toner和serum 而且還要不含酒精 防止破壞皮膚的天然保護瓶障 分子量還要愈細愈好 讓皮膚可以爽爽地吸收水分和營養 加速皮膚更生 同時令皮膚飽滿健康 因為水分會從皮膚表面揮發而流失 所以補完水就要用合適你的鎖水配方 將營養和水分鎖住 還要因應不同的氣候、環境和皮膚狀態 去選擇合適你的鎖水配方 最好不含mineral oil或silicon derivative 以免阻塞無孔或加重皮膚負擔 最後,記住是每日 每日都要使用物理性防曬 保護皮膚免受紫外光的氧化和基因特變侵害 如果是一般的配方黏粒粒的話 可以選擇無油或水溶性的產品 令皮膚清爽舒適 記住,皮膚是需要最天然、最直接和最簡單的方法 去保留著它最young、最fresh和最perfect的一面 說了那麼久 你們對皮膚狐理都有基礎的認識 大家都畢業啦 如果還有些甚麼不明白 或者想了解更多Paraben-free的natural skin care 就立即登入這個網址 除了有專人為你分析皮膚 還會有免費試用妝送到你家 讓你體驗unique skin care 的個人化護膚產品 準備好嗎? 等等 等下